詞曲 李宗盛 还有我们的仙境 还有各位道亲 各位早安 因为我觉得志工就是要快乐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在坐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空间很限缩 不过我看到一个 让我很感动的部分是 这边的男女比例是1比1 在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过程里面 其实参与志愿服务的部分 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10个里面大概8、9个部分是女性 所以今天来了一半的比例 所以我们的 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在座男性的部分 给一个鼓励好不好 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 值得去生根的问题 因为红台湾一直在做志愿服务的部分 在男女的性别比例 还是跟国外来讲还是差距很大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刚好 今天受邀到这边来接受 这样的一个主持的邀约 我觉得大概应该来讲是说 各个专业都有一些非常 在做的部分都在某一个领域都很有专业 那我这边接受这样的邀请的部分 其实我的部分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在志愿服务的 食物的操作的部分 我比较多的经验 那这边想说刚好 我才敢答应 那个道场这边的邀约 不然的话 其实我不敢站在这边 因为在这边其实太多的先进的一些专业 其实是超越我们的 那所以刚好有上次这次会议之前 又有一个专家咨询的会议里面 其实上次我就来了 那只是说在这次有个很好的机会 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我要介绍我自己 因为大家可能会第一次的见面 可是未来大家或许在各个角落 都有可能有见面的机会 第一个我是来自是这种社会局的 那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是一个社工 社会工作的部分 所以我跟人的部分是 互动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想志工的部分 也是跟人跟环境是最直接的 对大家说对不对 对所以大家今天来的部分 应该没有人走错地方 那第一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叫我督导或主任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称谓 因为这个部分太过严肃 很多人告诉我称呼我都是叫喜哥 因为只要你现场未满85岁以下的 未满85岁以下都要叫喜哥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有一个案例很特别 因为一个长辈来找我 他刚好现在有事情要来找我 可是我们的同事告诉我说 诶 那个喜哥下面有一个长辈要来找你 他指明要找喜哥 所以我匆匆忙了不要让他上来 所以下去的时候看到 那阿伯 我们长辈看到我从头看到尾巴 就从下面看上来 他告诉我说你是几岁 所以概念的部分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名字叫喜哥吗 不是 大家都叫我喜哥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 也要感念我的阿公 对我的命名的部分 过程有一个喜字 所以我从开始到现在 我还是抱持一个欢喜心的部分 在做服务 所以刚刚有听到我们上场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是 我们的温校长 温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林前理事长的部分 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经验里面 我刚刚跟典团师有提到的是说 很特别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愿景 因为这些单位请问一下 我们的温理事长琢磨多久 我们的研校协会在这边深耕多久 其实是很久对不对 只要一个会没有倒 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人 有一个重要的愿景 我想待会的部分有几个东西很特别 因为待会有四个 四个分享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那也因应的部分 有我们我们道场这边 有一个很特别是 刚刚有跟大家一直在重述的部分 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保龄 然后呢 保育 还有一个保福 未来的一个志工的一个成立 那我想说 在这个这样的阶段里面 其实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是 要延续下去 那我想说第一个部分是 要做一个引言的开始 第一个 请问一下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是谁 那是第二个呢 不知道 就像我们刚刚典堂师有说到的 我们在做一些慈善的工作的时候 以前是为善不遇人知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刚典堂师有提到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愿景 要被看到 然后发挥什么 影响力 那刚刚有 林理事长的部分有提到 要发挥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 当然我们要邀请我们的 林理东和我们的坛主这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一贯道的一个慈善功德会 其实不是今天才成立的 是之前就成立了 十二年了 所以在十二年里面 他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我想说 先邀请我们的李东和我们的坛主这边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我们在座的各位典篮书 各位贵宾 还有各位前逢 各位董事 大家得安 好 感谢天宁书定 感谢我们大敌全人的财败 那也感谢我们典篮书的资比赏转 还有佛航的 有这次有学习 报告的机会 今天去后学 要跟我们报告的就是 我们 POWPOINT 完收下的 一贯的自成公立会 他的会无推动 以及自成个案的工作报告 我们大德理事长 有这么说过 他说回国台湾 作为百年来最古代的 旧逸地当 无所同胞 一亿之间的骨折分离 财产的竞争 结然一新 无家科贵 真是参不拎堕 让我们将 救于大地人的 政策工作中 丁衍出一贯的 救护 救人的精神 可以看出一贯的 有一个共台关怀社会力量 冠金天室已经成熟 应合时代所书 结合了大地人以及社会团体力量 共同行入社会 关怀社会 回馈社会 回馈社会 以提醒我们一贯的社会的形成 可使我们社会 工作的推动 出力社会台中的林道 以困定 最重要的 为友放弃大家的爱心 共同成立 中华民国 天台主义公地会 结合 天万人之当心 做到继承 合作 团结 这人发挥出 无大地的 大地的影响力 和孙孙孙孙孙孙孙 两位 老大人的这方 在我们心胸传流 遍不犯悟 发出真理天德的共盟 这不惜去 成立公地会的意义 浩雪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上面这上面的 这个老大人 就是我们 大德前人 也是我们公德会理事长 我们都会记得 我们天台慈善公德会 就是在 921大地震后 我们大德前人 他看到 生亡非常严重 大家怎么 大家都非常艰苦 所以在我们前年的 这个自信比完之下 下年就来 冲下了 我们天台自信公德会 正式在 90年 二月 齐时的 这个时间 来正式成立 在两年前 民国一百年的时尊 我们大德前人 他感受到 这几年的天災 地变 人和不断 而且的災荷 一株比一株更严重 所以 只需要 我们必须 要怎么 从我们自信的 需要 再扩大 这个计案 一定跟他说 做得比较大 让我们全国 甚至全世界 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帮助 所以 他结合后 我们国 保光见得 所有的 都政党的自信会 全部 都统合起来 就正式 向雷震报申请 成立 一贯的自信公德会 所以后学 说到这里 他会把各位前选 稍叮嚀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做自信的时候 请我们穿后学穿的这件背心 这件背心 请我们穿这件 我们不要再丢的天台自信 公地会 真的杀出来穿了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名称了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雷震报 来含 尊克 所以我们会记 我们昂布丁 也是同样 用我们新的昂布丁 我们古典的天台 我们就收起来 我们就收起来 我们目前的 我们全 我们这个 一贯的自信公地会 我们海来外 全部的会员的因素 目前有三万六千几个 所以比在两年前 我们天台自信公地会 一万一千的 增加 增加三倍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的大德全人的足弊 啊 再来 后学要跟我们说的 我们的会部的推动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里面 总共有十一个委员会 这十一个委员会呢 有 七月委员会 还有会部推动委员会 还有会员 特定委员会 还有志工委员会 还有金兰救助委员会 还有发泄委员会 还有海外署委员会 顶顶组织构 11个委员会 这十一个委员会 自成立以来 经过我们 大家的专体的会员 和干部 我们的运作 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台地的秘书长 我们来通合 通合 给它缩边 变成这三个委员会 实质在文中 还是这三个委员会 就是七月委员 还有会部推动委员 还有会员 特定委员 在国庭 还有生年 国庭的办事处 后续 有看26 就是我们目前 有26个办事处 26个办事处就是 大家人有天本办事处 台北有天河办事处 苗令有天山办事处 身体有天性办事处 中部有八个庭 我们大德千人 把它整合 成为一个中部办事处 中部办事处就是 在天伦中华 我们南部地区有21个区 所以我们把它成立20个办事处 所以隆重 全台湾从南到北 总共有26个办事处 这个策划委员 策划委员主要的工作就是 配合我们的秘书上 配合我们的办事处的一行中 去六市区工地会 相关的业务 相关的工作 推动会员 结尾 整年度的工作目标 工作的宿航 第二个婚姆推动会员 就是个案的心扎 如果補个案来的 我们婚姆委员的 有那个 积极要出在心扎这个个案 是不是需要帮助 帮助的经验有多少 多少呢 就在这个婚姆推动会员的心上 主动去关怀 这个 需要帮助的人 和被修帮助的人 感受到我们团队的温暖 感受到我们团队的天因素 这个咖鼻 第三个婚姆 特殿委员 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说 去生专 我们的父亲 生于 生于我们的公地会的会员 那也生专 社会人员 来作为我们公地会的会员 第二个就是基权当中 不管是在社区 在学校 或是在这个李川的集中 陆社团的当中 主动去发现 发现个案 然后 报仲这个办事处 然后他来做这个关怀的工作 这是这三种 这三类的委员 他的工作性质 办事处 到场有 到场的办事处 办事处就是 由我们本会里面的 上部委员 还是上部理事 或是理事呢 拿 选一位呢 来做办事处的一行长 他还是 大厨上的 的办事处 来担任这个一行长的工作 啊 其他的办事处呢 当然就是作为 七位的委员 并推这个的 地匄 向是主亲的 大厨办事处 来作为 推动会务的 委员 还是推这个 特典会务的 委员 各一名 各一名 啊 国办事处 他的 文族的基金 要怎么去文族呢 是他 他这个办事处 他的会员 临手的 得效 去决定 充分授权 充分授权了 我们的办事处的 执行长呢 去 去拟定 去拟定 啊 我们目前 我们 公主会呢 说 推广的会员 有三 有三类 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 我们的个人会员 个人会员 在座的 主委 都是个人会员 每个月呢 元一百块 这一百块 可以员 可以半年 也可以年 第二种呢 就是赞助会员 赞助会员呢 就是 他随意的 每一个月都随意 六万 第三种呢 就是英语会员 英语会员就是 一年 他过定赞助一万块 啊 我们公主会就 办法党聘書 就请作 荣誉会员 啊 我们目前公主会 在台队理事长的 只是一项呢 我们还有推两种 业部 这种就是 荣誉委员 咱们荣誉会员不一样哦 荣誉会员就是 每个 每一年赞助一万块 荣誉委员呢 是每一年赞助两万块 我们 我们公主会 颁发一张证书 给他 他叫做荣誉委员 然后第二种就是荣誉顾问 荣誉顾问就是 每一年呢 他赞助三万块 因为我们公主会 也是给他表扬 颁发成荣誉顾问证书 他做企业 这两种呢 是我们 这两年呢 大力 要去推行 要去推行 所以我们 在座各位前选 我们的信夫逼 如果有一些社会事业打 还是民意代表 顶顶顶 要去业家 我们就让他邀请 邀请来做 我们公主会的荣誉委员 还是荣誉顾问 相信这两三万块 他都出去了 这是候选 刚才给我们报告这个 我们的 公主会 现在 推动 这个会务的推动 我们的作品 大概是这样的 再来就是我们公主会的会务 在做一项的工作 这十大项 后学是列举这十大项 当然 他还有很多的细目 后学就不在这报告 我们第一个就是 在做的就是急难救助 急难救助 我们在座后学看 很多前选 都是 急难救助的委员 我们普通时就都在做 所以很不简单 第二就是省务处理 省务处理就是 省中 省中的埋葬 埋葬 来就是高科老人 老人的委闻 第二次就是赞助高年 第五就是赞助学术 因为一些比较清寒的家庭 还是边缘户 他们的学杂费会付出来 换句话说就是说 这个学杂费如果一年 这个学期如果是三万块 他可能只付得出一万五而已 那我们公地会呢 他来函 我们公地会就把赞助 赞助这万五块的差页 可以继续成功 继续设施 这是赞助学杂费的部分 来就是赞助清寒 赞助学金 这我们公德会呢 一年都会做两次 一年都会做两次 来就是赞助我们的 广诺院 来就是赞助养护中心 来第九点就是 协办 学校 和学院 这也是我们目前的 工作重点 第十来 协助国内外 道庭的建设 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工作 工作一个大点 以上这十项 我们都在做的当中 都会遵守到我们大德理事长 他的指示 就是说 他叫我们做这个个案 一定要遵守一个远值 就是 求库 求人 又求吉 他这三种金 为远值 为目标的一行 这样我们会不会搜查车 也会不会搜到 我们会完 教会会有我们远用 一个这个 这个鼻心 这个就是 一百零二年 就是今年都 我们公地会的工作计划 这工作计划 这是去年都拟订的 这有七大点 第一就是 办理老人 和虎路 健康刚做 这是本会要办的 第二就是 政法心理 性格团情 这一行在中正法中心 在 上个月就办过了 那里办得很成功 在网络 有 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影片 那各位清闲可以去欣赏 第三就是 基盘青少年心灵 我们月贏 这在七月份的时候 暑期三年就会办 还有在九月份的时候 在佛山会办 建庆的心灵 行中贏 这也是 这一个在七月 一个在九月 第四点就是 提醒特定文化 进化工资 第五个资产 工资会 即将零元败粉 我们现在就是在败粉 第六就是 保障国资产 国资产 资产 还有五蟹 这我们也是 都一直在做 第七月 协助兵困的 链葬 建设病院 拥护中心 这就是我们 今年都要做的 七大点的工作 已经有 几个项 已经都在 落实在执行 再来后学 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 我们 公德会个案 我们后学 都会 陪前线 出去做一些个案 后学会拍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第一点就是 我们八八水灾的时候 民国98年 8月6号 有一个莫纳克台风 侵袭台湾 8月8号的时候 这天我做成 我们高频 高高频地区 水災 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 八八水灾 八八水灾这天 因为财政严重 所以 雷震博的官员 经政司司长 又高雄管区的 警察局长 包括 市长 修长 都来我们 行为 会找我们大德理事长 来我们大德理事长商量 看我们省卫道场 可不可以作为 官方的前进指挥所 而是赠灾中心 那我们大德前人 非常慈悲 当下就给他答应 警政司长 他就来看 来 来跟我们参观 我们的大德 就 住进了 他们这些官员 就住进我们的省卫道场 再来这点就是 我们 中指挥就是 我们的副理事长 姚甸文书 我们副理事长 八八水灾的时候 他也是行善 不弱人后 他这样老大 老龄家 他也是 躺车 就驾水 涉水 他跟六骨兄公属 我们这点就是 六骨兄公属的头颈 这天 现在 志工前行 这是一部分而已 一部分而已 因为这一部分的浅嫌 比较有福气 可以拍到照片 因为后学都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这些浅嫌 刚好在六骨兄公属 搬运物资 我们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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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东西 就是这些浅嫌 在做 在做 当然还有很多浅嫌 在做打扫的工作 躺车 穿蚝 穿蚝 全身 全部都留刮 我们这些浅嫌 这些浅嫌 比较有福气 所以我们做一个合影 做一个纪念 穿红衣服的那位就是 六龟的 飞婴 纠难大队的队长 他也做热心公益 这刚好在那里留念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天台慈善功德会 再来这一帐就是八八水灾的时候 那个警察专科学校 有他们一千 将近一千八百位的师生 住进我们的神威道场 因为他们要前进到六龟震灾 刚好我们神威 中德馆可以容纳四千个人居住 所以他们还不到两千人 所以就居住在我们的中德馆 居住在我们的中德馆 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大德的理事长 跟副理事长 他们因为很关心他们 他们在用餐的时候 去做个关怀 问他说吃饭 他们来住的 跟特别 每一帐都够一桌露囊 怕他们体力不够 所以一天吃三桌露囊 那是因为做工具 那在座的浅选 我们吃这样可能 可能比较不够 所以我们大德签人很自闭 都怕他们咬到 再来这张就是我们的 理事长 他听闻到 日本的311大地团 他在那个时间 就靠电话 请我们几个位 李甘书 又包括我们秘书长 就趕着 趕着趕着 外交部 捐赠给日本作为赠债用 那是受我们外交部长的亲身来跟我们接台 从我们大德那个理事长的赏款 从他手中接过来 接过来 跟我们大德签人说 说我们921的时候 921大地震的时候 跟我们莫拉克风战的时候 我们日本的民众 帮助我们很大 帮助我们很大 所以旁边这位就是秘书长 陈友财 点传师 在外交部部长的 左手边这位就是天权 天权办事处的执行长 最旁边这位就是台北天河办事处的执行长 所以都去做这个订阅的工作 那再来这点就是 我们隔年就是去年 去年那个日本赠灾人道援助的表扬茶会 由马英九总统的 邀请50个 50个公益团体 去外交部台北宾馆去受奖 很荣幸的后学看 我们照片中这位谢秘书 我们两位去 去收我们总统的这个 颁奖这个董祖 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宇惠只有50个公益团体而已 所以后学那天去年 看到很多大人物 后学不用说话 但是脚都会顺起来 脚都会顺起来 不管是很多个院 很多院的院长还有部长 还有很多的企业家 还有很多没有看过 像国泰金控的董事长 那个都没看过的 中华电信的董事长 那个都没看过的 都是大人物 我一天出席里面 后学看到都会这样 那时候都会这样顺顺顺顺顺顺 所以这是我们 接受马英九种种受奖的照片 这里的照片就是 一百年的时候 一百年年底的时候 泰国发生了一个四季水患 我们大德前人也是同样 第一时间也是同样 就已经抓到我们的李甘叔 很多李甘叔就已经 背过泰国去做什么 做泰国民众的关怀 这是我们 我们看到的照片就是 就是我们 下这两点就是 我们自泰国的一型店 那有金正 点脸 他也是在做关怀的工作 那右上角这一样的照片就是 这位昆道 穿得很华丽的 这位很庄严的 这位昆道就是 泰国皇室的第二个女儿 我们称她为二公主 那二公主知道我们 公德会去做关怀的动作 他非常的感谢 很感恩 所以特别跟我们 接见我们的 我们的圣龄 那这个李甘叔 特别借鉴 他互相颁 颁兇传计计 联品 做致时 扩计时 那au 那后 非常感念 非常感謝我們工地會 在泰國的付出 再來這頂就是 我們本會 關車和飛營救難大隊 飛營救難大隊是六個貢獻很大 貢獻很大 他們的式兵非常老舊 都很久了 那車 那車好時就看到 那如果是路人在開 不要說走三樓 電路可能隨時都會過路 所以他就來含 請我們公德會可以幫他打三天 所以我們大德的理事長 他就機械 所以我們就買一台四輪傳動的救難車 給贈送給他們作為救難使用 上這台車進行 我們還有關正他們六台 叫我們的記車 叫我們的記車 因為圖片後學沒有把它秀出來 再來這頂個案就是 我們上一台休旅車 和這個社會局的慈悔關懷學員 這是透過社會局的介紹 我們送一台車給他們作為他們學生 學童的上學放學的交通車使用 中間拿鑰匙的這位昆道 就是那個學員的主任 他也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做這個散局 再來這一張就是我們公德會 每一年固定每一年的年底的時候 都會接受我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特別跟我們頒獎或跟我們表揚 因為我們幾年都做很多選手 做很多案件 所以社會局長 都會安排差不多五十個公益團體 那在年底的時候呢 辦一個茶會跟我們感恩 這是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的時候呢 會協會上平 那一百年一年呢 就在今年的年底 他也還是一樣會有這個動作 會有這個動作 再來這 再來這頂就是我們家福中心 家福中心南區的事務處 他們每一年都會辦一個福祐義脈 福祐義脈表演活動 這個我們公德會 每一次也都會贊助這個活動 他每一年也都一樣 會邀請我們公德會 去接受他們的表揚 再來這一張就是台南北門醫院 我們應該還有記憶 在去年的時候 有十幾的人來過往 十幾的老大人來過往去 我們在第一時間 也是接受到這裡 所以我們的理事長就支持下來 所以 謝秘書呢 就包括後學呢 幾個月前嫌 我們就趕趕去北門醫院 後學沒有秀那個圖片 秀北門醫院後學有去拍 那個圖片真的是很可憐 後學就不要給他騙了 那手腳整個都黑麻麻 那人手腳都很難看 後學沒給他騙 我們就 理事長支持一下 我們就做一個慰問 做一個關懷的動作 就 給全款的 罹難者的家屬 對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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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贏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就是關懷的 妓 因為我們每一年 歲末年中的時候 都會跟社會局合作 來辦妓妓的關懷 所以每一年 我們都會 年代的時候 送一個小紅包給他們 給他們這些妓妓的 這些妓妓 我們這些妓妓 他們 每一年去看他們吃飯 他们眼神都在看我们 看我们穿这个背心的人 都在看我们 吃饭怎么看 他就是 等这个红包 很漂亮 有机会我们也可以 年底的时候 接收那个讯息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 一起去帮忙 再来就是天心 安庸中心 台南天心安庸中心 这是我们台独前人 他的主心比原 他不认我们当中的老前贤 在当中犯人一世人 所以吃饭了 还要来疼苦 发病 没有一个安阳天年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大德理事长 比较特别在台南 这个地方 设计这个天心安庸中心 当然 我们一贯德主乘工地府的 义不容辞 一定要来赞助 来赌三天 所以 我们就把关一台无障碍车 那无障碍车 我们再怎么输用 不然他们的富士小姐都不可以 我们再怎么输用 再来这点的奖助学金 我们公德会 学生在做的 一年 后学他都说 一年都颁发两次 这要勾勒 我们的肥原 的主路 比较优秀的 比较特色的 品质好的 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勾勒 这也是天本办手厨 他们勾勒这些学生 他们也颁发一个总学金 这就是宾东华州公家 华州公家 他们的学生 有些比较清寒的 家庭突然发生变故的 他们的学校 所以付不出来 我们公德会 那天也会赌三天 下个礼拜一 我们又要去了 有空的情形 也可以一起前往 这些清寒 江佐学金 上面有秀上去 这是我们一百年度所做的 大学生共一百六十人 高中生是八十五人 国中国小 一共有两百三十三人 学校是四百五十五经 台南市有一百九九经 二百十四的人 平后有三十六经 当中七十二的人 家庭有十五经三十的人 家庭冠有五十六经 一百三人 所以我们公地会 充分发挥大爱精神 受帮助学生都来准 来给我们困顶 来那一贯德公地会 我们当期赞助国来安永园 教养院 希望可以借到这些机构 可以进一步帮助 这些心心受伤的 孩子在生长的路上 可以生存每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同样做会平安 中待 这些奏品就是 我们去帮助教养院 所协助的奏品 我们无分忠告 佛告 我们也是给他祷祷三天 我们也是给他祷祷三天 这些 右下角这些有四五个小孩 很可爱 我们去的时候都在下壳 下壳很可爱 天真无邪 就跑来跟我们说 我要跟你们做得逼上 很高兴 大家就把他逼上 那小孩很可爱 这些小孩很可爱 再来这些也是 益助育幼院教养院 再来这些就是急难救助 这有各德区 各办事处 他们每天都在做的 急难救助的个案 这些有很多钱 都坐在台下 都有秀上去 这点也是急难救助 我们捐赠他物资 还有捐赠他钱 那这个也是急难救助 这就是学生来喊的感谢 感谢喊 好学像说 特别让我们听一下 可能看没啥 他说 谢谢你们今年十二月 颁赠给我两千元奖学金 这些钱可以让我做出很多的事 例如把这些钱再捐出去 一些钱在我需要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用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再来就是 谢谢慈善会的阿姨叔叔 给我奖助学金 让我的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好过一点 非常谢谢 叔叔阿姨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孩子来喊 我们就感觉很温馨 很温馨 这还有一张 他说 亲爱的天台慈善会 谢谢你们帮助我们家 所以我要用 我要用认真读书的方式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助你们公司赚大钱 好天真无邪 这张就是 感谢你们对我协助与帮忙 我会努力学习做个好孩子 谢谢 公地会给你照三天 让这些孩子 更加努力 更奋发向上 最奥运时间相关的 好想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 这个 我们的生命 一天一天在过 我们人的都会经历 生怒悲恕 每一个人一天过 可能都没有三样 但是每一个人来生我们 真正意义就是 轻辅出 还是轻辅出我们的关怀 只要你如果愿意辅出你的行动 透过我们一贯的自生公地会 你的爱心 可以照顾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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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奉献的一切 不能更金钱利益 所以会变成一种无忌爱心 这些是 我们生命中 我们生命中 真正的鸡蛋 真正的鸡蛋 这是后学 今天 向我们主位前嫌报告 因为后学才输学前 第一次上来报告 难免会有紧张 補个料不好的地方 请各位前嫌 多多海涵 多多海涵 最要困求我们老母慈悲 希望大家 祝各位前嫌 身体健康 幸返如荫 以上 谢谢我们的主讲人 这边的一个很精辟的 一个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他 讲了很多 其实我看到一个东西是 缩帖 要说服大家 把这个品牌 我们的功德会的品牌 继续传承下去 对不对 所以看到很多的 继续 那些继续 那些继续 你会不会加入 会 那我们主讲人 就成功了 因为我们要继续 把他演下去了 那我想说 再给他一个热烈掌声 好不好 那下来部分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团体 那其实这个团体的部分 跟我在这段时间 在风灾 在这段时间 有很多感触 我曾经问一个小朋友说 你的圣诞节礼物要什么 他告诉我 想了半天 告诉我说 他只要一张 图画子 他告诉我 只要一张图画子 就这样子 他说 对 他要干嘛 他要画一张 图给他的谁 给他的妈妈 因为他妈妈在台北工作 一年才回来两到三次 可是他就是用这样方式去传达 可是他画完之后 我看到他画的东西 我看到他如何去诠释 这场画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里面 他跟他妈妈只 一年只相处不到两个礼拜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一张只 倒进他的生命的故事 那我想下一个部分 是邀请我们的 顾世妈妈学会的 我们的总干事 那请他 欢迎他 谢谢 其实在每个生长的历程里面 有很多的故事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 我们的不管是孩子也好 其实很多的生命的部分 需要做沟通跟分享 那我想说 我们顾世妈妈这边 其实在 很早就在做这样的耕耘工作 让我们孩子的部分 体验 他所看到的东西 分享他所看到的东西 我想说 这边我们就 交给我们的总干事 那我们总干事这边 其实做了很多的东西 第一个是 它是我们 在长期在做 顾世妈妈的推广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在阅读方面 其实是非常的着力的部分在生根 那再来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 新营营的部分 就由外国嫁来的 我们的姐妹们 他其实在这边发展 这边成家立业 那其实有很多的部分 是需要被关照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他们也付出蛮多的 那我想说 接下来部分 就把交给他 来跟他分享 我们在过程 怎么样去经营 跟志工有关的故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现场各位大哥大姐 大家好 好 我是高雄市故事妈妈协会 与你 通常我们如果听到 故事妈妈来的 我们第一个欢迎 都会是什么 可以听故事 有故事方说 所以其实我们当初 高雄市故事妈妈协会 会成立也是议会 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的妈妈 在民国90年 最后台北妈妈重置金会 下来高雄做了一个 长达半年的故事培训的课程 那我们在这些妇女 结业之后 我们就想说 课程结束了 就要这样刷 是不是很可笑 那我们也想到说 我们这一群妈妈 我们大多数都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先生照顾好 把小孩照顾好 把公婆照顾好 那之余呢 那你当做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群妈妈呢 就想说 不然我们来成立一个协会 我们有很多事情想 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就在民国90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 通常 如果要去成立这个协会 就是说公告书 像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说 公告书有学会喔 那学会可以用什么会 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成立了这个协会 我们这一群妈妈 我们这一群妈妈 来到这个学会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学会的宗旨呢 就想说 我们可以透过服务 透过推广 让我们个人的成长 由我们个人的成长 让我们来去公告书 我们来去推广阅读 来服务整个社会大众 我们社会大家要看学 这样整个的气氛 社会的整个氛围就会很祥和 很和乐 大家都要看学 所以我们的愿景就是 说公告书 愈多人 越多越多的人来听 这个是我们协会 当初成立的愿景 因为上头去成立的时候 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去问 你们这要公告书吗 我们这要公告书感到好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很多的场合 不关系零到六 学龄前的小朋友 大家都知道 孩子的教育 要越早开始越好 所以我们刚开始来 我们就去找红山的妇幼馆 我自己说 我哪里说公告书感到好 也提供了这样 我们也感谢妇幼馆 提供了这样的场合 学龄前的孩子 不去学龄厂 就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或是保姆 就带来这个空间 听我们公告书 公告书 公告书后 我跟他说 我们如果说的故事 对小孩来说 他就会有一个吸引力 他就会跟我们家中说 我在哪里有听过的故事 妈妈说故事 那本书 就想要去图书馆 去书局把他找回来看 这样无形当中 我们从小就在培养 我们的小孩子 建立读书的习惯 因为母神 我在最近的报纸 有一些相关报导 我发现 在我们台湾 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每个人阅读 我们在看一年看几本 我们台湾人一年看两本 所以其实我们 对这个现象会很担心 我们都会看电视 看电脑 看电粒 可是接近书的机会不多 通常我们的小孩 因为要讨书 就要讨学校的教科书 但是 学校比较了 我就没人在看书了 这个现象 其实让我们都觉得说 整个社会的氛围 你要如何透过读书 透过阅读来 我们自己如何的安身立命 这部分很重要 所以我就 所以我们也 学龄前的小孩 我们也去讲 阿公阿嬤 我也有去讲 比如说 刚才引演人有提到 新住民的部分 我们也发觉说 我们台湾在差不多 这十年来 很多人都要为外南 台湾 印尼 泰国 人们为那些困的地方 嫁来我们这 老头在那些困的地方 不像我们说 我娘家在我家里面 我每天都可以回去 那可是这些姐妹 她要回一趟 娘家路很远 有这些经济的问题 她不见得可以回去 她在这里 一个人在这里 固固固固固 那社会对她的包容 这些 她没有感受到 友善的氛围 她在我们这 陈嘉莉的生的孩子 她的孩子 是在我们这些社会大的 那可是如果这样的孩子 她从小是在这样子 不是感受到友善的氛围 长大 这些孩子 后面也是 我们社会的中间分子 有可能去做老师 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 她小时就是这样 她没有感受到 我们的社会 让他爱 让他的关怀 外边也是要靠 mobility 都会逃 这些孩子 起来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们固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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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了 我看说 我巨嘴 那时候 我们顾 MU der 他们还有 有 exped 不一定是我們的同學、我們的老師 我們社會甚至是我們的家庭、家庭 我們看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跟他touch 跟他接觸他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我們故事媽媽想說 那這個部分教養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就主動的就去跟學校說 我們想做多元文化這個部分 我們不是好好通常的反應 第一個反應都說 好啊好啊 我就找一些新住民的媽媽來 你們就跟他們怎麼touch 我說不是不是啊 我們是要去班上跟班上的同學 還有老師去講說 這些媽媽這麼遠度從洋蘭到我們這邊 我們要怎麼用同理心去跟他們關懷 我們是要從這個部分製作 我們不是跟新住民姐妹說 你就要做得多好給大家跟他 給先生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氛圍我們發覺到好像有點 不是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進入校園裡面去做 新住民這個多元推廣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在協會設我們新住民的服務據點 給這些姊妹 因為平常是我們要回去後面很方便 可是這些姊妹她 不見得那麼容易可以回去 所以我們設立了這樣的一個服務據點 他來到這裡 大家伯伯都同樣的姊妹 他要說越南話 他要說印尼話 我們都覺得OK 他就這樣說一說 有時候受了什麼委屈 或是有什麼開心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他就來這裡 所以我們一般 如果我們活動辦了 大家就靠到說 我們社會好像在 他在台灣的第二個娘家 我們大家也聽到說 真的很感心 這個是有關新住民的部分 那我們在社會去 自己去走去跟他們說 我們來這裡公公宿之外 我們也想到說 其實我們家的季剛 從很單純的家庭主婦 一上頭去他 他要來上課 他可能在那裡想說 就我回來 等到我的孩子公公宿就好 那到後來 他看到我們去社區 跟別人的小孩講故事 別人的阿公阿嬤講故事 他也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我們就在93年的時候 教育部那時候剛好 在推動閱讀 所以我們就主動爭取說 我們來偏遠地方公公公宿 我們在社區 要來設計 要去讀書館很方便 可是我們比較偏遠的地方的孩子 他要看一本書 可能就不那麼簡單 讀書館可能要走很方便 去就不一定有開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呢 就爭取了教育部的 我們就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高高屏 包括屏東 我們一股媽媽就切牌 就開車去當工 坐車子就大家乘車 偷偷偷偷偷到那裡 去到那裡一樓 進行就好了 就去學校跟孩子公公宿公公的 回來開始就在車上 就偷偷偷偷偷回來 好那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去山上 那時候就去 像那個屏東的山地門 或是說我們高雄的桃園 甚至納馬下 我們就是書背著 書扛著 我們很多媽媽 講故事回來唱都要去看 排成排到腰痠背痛 手都發炎 就背著書 想說那邊的孩子 真的很需要這樣的資源 我們去跟他說一次故事 會在他心裡留下了一些印象 對阿拜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做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就這幾年來 就是都跑一些偏遠國中國小 譬如我們在附近 六龜 欣威國小 或者是像美龍 納馬下 山林 桃園 或者像建宗 建山 新宗 寶山 建山 我們每年都要去 那些孩子看到我們去 通常故事媽媽去 大家都很高興 不用上課 聽說 就好 所以我們的媽媽 早上 我們自己的孩子上去學校後 就開始了 東西看一看 我們就會夥伴大家接 就坐車起來 通常來到這邊 上了兩堂課 老師上課 教授也很辛苦 她好不容易挪出了 這樣的時間給我們 我們的媽媽就跟 還是分享故事 分享一些 可能在平常的生活當中 沒有人有機會跟他們說的事情 我們透過故事的方式 跟他們聊一聊 也讓他們知道說 還是有這麼多人在關心他們 在愛著他們 中途飯吃這個 就一樓這樣 回到家 四點 要做什麼 接我們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大概 我們這樣子幾年下來 我如果去 那孩子 我到門口有孩子 故事媽媽來了 故事媽媽來了 全校造成轟動 好 那這個是我們去學校的部分 我們陸陸續續 也因為我們協會這十年來 到處去說故事 那慢慢的也發展成 我們都會常常聽到一些團體 或是學校說 我也很想讓自己的技工 可以說故事 所以我們協會後來也慢慢的發展說 你如果要來 你要說故事 通常 課程都會開在比較四區嘛 高雄市 風山 我們這裡的技工 也是可以的 寬裡面 要接孩子 要怎麼上課 沒關係 我們的媽媽 也是跟我們找拍 就來到偏遠地方 到處幫大家做培訓 讓大家都可以做志工 可以說故事 給更多的人聽 好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 在101年度 我們做的 服務的辦理狀況 這張辦 我們這裡有市府的人員 這個表示我們 如果你有成立我們社會局的 那個志願 相和志願服務隊 他每半年會請我們的志工運用單位 要做報表 承報上去 你們這個單位 這半年你們做什麼做什麼 市府那邊會透過我們的報表 了解我們的服務狀況 所以我們就會 像我們故事媽媽協會 因為我們的志工太保護 都是婦女 所以我們在婦女的關懷啊 支持的這個部分 就會著力很多 一個 我們經常說 一個 父女朋友 他如果能夠 情緒每天都保持著很快樂 這個家庭就會很幸福 有當然嗎 有喔 我們媽媽回去 大家 孩子辛苦回去 學科回去 爸爸做工作 很辛苦 到家裡看一個媽媽臉吵吵 可能整個家庭的氣氛不會很和樂 可是如果這個媽媽這樣 湊臉這樣 很高興的 這樣用歡喜心 把我們煮三燈 把我們看裡面什麼 這個家庭其實是一個很快樂的家庭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媽媽說 你自己的小孩公公室 小孩會長大小孩 小孩去學校學生 我們也來學校公公室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這些婦女 就走出家庭 進入我們服務的場域 來去社區 來去學校 去學校 去公公室 一天 幾天大家歡歡喜去出門 像我們有時候 如果來到美容這個方向 要回來 經過我們那個美容是不是有賣麻糬 或是那個白玉蘿蔔在出的時候 有嗎 大家媽媽就落車開始 開始買了 回去就開始 所以我每次出行活動 我先生 我先生最初他會說 你在家裡不用那麼忙 可是漸漸的我們每次去說故事 他感受到我們的快樂 回來就 白玉蘿蔔可以吃 在家裡都有什麼都有什麼 都去旗子兵社買兵 去餐廳 小孩也感受到 我都媽媽出去講故事 回來變得很快樂 我也很快樂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效果下來 我們都鼓勵我們的志工 照顧 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去家庭照顧好 照顧好家庭之後 就出來服務我們的孩子 服務我們的長者 所以我們婦女服務的這一塊 會著力比較多 像我們去國中 我們去國小講故事 國中我們也有去 我們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 一樣很愛聽故事 大家看到我們去都很高興 所以我們國中也會去 然後去到社區做 這個是我們服務的一些辦理的辦法 剛才說的 其實因為我們都是一群家庭主婦 我們甚至於有的媽媽 不要看我們可能宰責 除了小朋友之外 我算很孝順 可是我們有很多媽媽 可以電腦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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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手機子抓起來都經常問說 我要泡相 我們都還要再幫忙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的過程 我們出來服務的志工 你有去公共事 你要有 可以下紀錄 紀錄要怎麼下 就媽媽聯繫下 後來的部分就會慢慢的要求說 因為現在都電子化 有電腦 我們要給大家看 方便 所以就 因為要整理 要記錄 所以我們這些媽媽就說 要用電腦 不然來開一個電腦殼來 所以我們也跟相關單位去爭取了 來學電腦 那時候 那時候不是放在手機就好 要拿出來給你看 要怎麼把你的商品整理去電腦裡面 要怎麼把你的商品用到 讓大家看得很好 這個都需要再一步的學習 所以我們有很多媽媽 電腦嗷嗷的回去 像以前電腦跟她打不 不敢 我們當時的老公到小時候 你不要給我用 你給我用壞掉 我們的媽媽就嚇得要死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在學會我們會跟她說 你就怎麼做 回去就找機會 這樣聯繫 無形之中 她的電腦能力也都提升 這張病 也是因為 前兩年 因為師傅說 我們有在運用志工 所以要做評鑑 評鑑要怎麼評鑑 我們不要做過 也不會 所以就當時候 就依照市府 有列了一些相關 相關的部分 比如說第一個部分 法定 也有這個部分 就是說市府說要跟我們統治說 要開火 要去嗎 要搞什麼報告書 工作報告 要搞嗎 這個他們 那個師傅都有列入 那個審核的那個 評分標準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 志工管理情形 志工很多人 我們要怎麼去鼓勵這些志工 剛才像我們一開場主持人有提到 志工要不要去收購訓練 要 你要去上12小時的基礎訓練 跟特殊訓練 服務完之後 我們跟相關單位申請 就會有一本志願服務手冊 你只要服務相關年資之後 有榮譽卡 或者是因為政府為了鼓勵 我們大家當志工 就會有一些志工表揚的部分 那志工表揚 我們媽媽聽到要表揚 那天都穿到多漂亮 很久了 以前讀書還會上台表揚 以後比之後 還有沒有機會上台上面 給大家表揚 沒什麼機會 所以他們聽到說 對一天什麼人要表揚 那天都穿得很漂亮 就施加代券 媽媽要接受表揚 好 那再來就是資訊系統運用的部分 這個是內政部會要求我們志工 運用單位 要把我們志工的資料 要匯入電腦裡面 現在都這樣用 想說減少紙本 別說做這樣運用那麼多 所以都會上網去登錄 我們就要有專責人負責 把我們志工的資料登錄上去 然後他有說過什麼相關的 效益訓練也要登錄 他去對付付付付付 我們都會有設簽到的制度 這個部分通通要登錄到 都登錄到電腦上面去 這個部分也會列入我們平和 就是審核的標準裡面 你們有人在做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志工的服務情形 都很清楚的詳列在上面 那再來就是促進自願服務的措施 這天在服務的過程會生嗎 會疲嗎 會有委屈嗎 這些我們都要照顧他 你不要說你去公告書 公告書他回來也會挫折 他也會給我回來說 玉莉我今天我覺得我講得不好 是怎樣不好我們要了解嗎 要跟他聊一聊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故事 我們就要提供他說 有什麼樣的故事 你想要用什麼會怎樣 甚至他覺得說 我剛剛哪一個部分比較欠缺 比如說他不會等到 我們就說好 不然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找老師來幫大家教 哪個部分比較不足 處理要保險 我們先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出去我們一定就是保險的部分 也要幫他先做主 另外就是其他 像其他的資源 我們自己團體做 做得很高興 可是我們覺得說 人家團體這樣做 人家做什麼 我們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們每一年也都會安排 我們的志工去做參訪 就順便帶他們去走走 看人家說 人家都怎樣用怎樣用 讓他們覺得說 這志工也是有好理的 雖然不是為了這個來 可是覺得說 在我們這個協會這個大家庭裡面 我的小孩現在都生了少 一個兩個 不過他來到這個協會 大家的媽媽都是他媽媽 我們的小孩 大概都是所有的媽媽帶大的 我們就當時我們在忙 別的媽媽就會跟我們照顧一下 那小孩呢 他也有玩伴 像我的小孩 兩個都大學 可是我們同一期 那些大學 就是一起長大的那些小孩 陸陸續續都上了大學 現在有Facebook嗎 他們都 他們自己都會去聯繫 他上了哪間大學 或者是說 哪間大學怎麼怎麼樣 他們就自己 小孩他們就會自己 接入他們的資源網 因為現在我們生了少 沒那麼多兄在其他地方問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機會 讓大家去 不管是大人也好 小孩也好 都有一個支持團體在這邊 所以我們的 學部的過程 我們都會跟我們的志工說 我們學部 你要有一致性 不能說 因為這個人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就有不同的差別待遇 那 像我們社會 我們現在是做幾檔的 一樓是我們的辦公室 二樓 我們上課的高校 我們還有一間圖書館 講故事很重要 要有找 所以我們還有一間圖書館 所以我都會考慮到說 我們有時候有小小孩來 還是說新住民的媽媽 帶孩子來 我們要把孩子照顧好 這是我們之前去巴巴風災 小朋友 孩子沒事情做 大人一段工作要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主動 就進去佛光山的暗示中心 讓我們小孩講故事照顧 讓大人去忙一些事情 那時候因為小孩子的受創的一些 就是有一些狀態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故事去安撫他們 媽媽也是因為一段祖人出來 心情情緒都得到很好的一個資源 一段媽媽就要來讀書 我們剛才有說到讀書很重要 我們自己也不讀書 你要怎麼要求我們的孩子要讀書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去到校園去講故事的狀況 我們的孩子都大人 所以我們在服務的時候 都也把自己的小孩帶出來 那他在看我們的服務 其實他都會模仿都會學 好 這是我們活絡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教師 我們提供這樣的場地 鼓勵我們社區周圍的出去隔壁 你有小孩子你就帶來我們這裡 這一次那一年的那個八八風災 我們很多的媽媽就主動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也有很多的出版社 就捐了一些書給我們 我們講故事就 就把這些物資送給他們 這兩年從衛生局 或者是農業局 有很多的單位都跟我們合作 我們說怎麼透過故事去宣導 比如說衛生局 學生手很重要 最近都群流感 前陣子又藏病毒流感 我們就透過故事 然後去跟孩子做一些衛教宣導 這也是這樣 我們的媽媽因為有出去服務 自己成長了 然後他去服務了眾人 他就得到更多的力量回來 好 我們教育訓練的部分 我們也很注重 要經常要上課 拿你的資能 拿你的技巧 需要再加強的 我們都會要求 主婉來得很不容易 我們的資源也是透過大家的 幫忙的資助 所以我們都會跟我們的志工說 我們要領袖才的主婉 好 那個玉璃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總幹事這邊 精闢的發表 其實大家會聽到一個東西很特別 他一個協會叫故事 媽媽協會 裡面兩個字媽媽 那有沒有故事爸爸協會 對 那其實是會看到部分是 我看到的部分是 會看到女性在家裡部分除了照顧之外 她們還願意走出去 那其實你會看到什麼 家裡煮一頓飯給你吃的時候 你要不要付費 不要 不要 為什麼 這是義務的嗎 有人 之前我們在做那個性別兩個 平等教育的部分是想說 很多女性說 我幫忙先生幫忙處 煮一頓飯 剛要錢 大家好像講不出來 可是她到外面去路邊攤 買一碗牛肉麵要不要錢 那你就付得出來 那為什麼她幫她的老公煮一頓飯 煮一頓餐 請問要付多少錢 無價 無價 所以你看會覺得是說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故事媽媽在 這段時間她除了發揮女性的一個 自主的一個權利 還有想要去願意做多一點事情的時候 你會看到好多的東西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本著一個什麼心 慈悲還有對我們的什麼心 愛心 對我們的孩子一直在持續發展 可是她創造一個東西是影響力 所以想說剛剛的部分是 她舉一個特別清楚的部分 這個叫影響力 那第二個部分是 在我們的支援服務裡面 很多東西有很多規則 剛剛我們服務的時速要不要登記 要 那未來這些時速可以做什麼 未來有其他的發展的規劃 可是這些要不要幫大家做登記 要 所以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最後的部分是 我們做這樣服務的時候請問一下 我們的志工媽媽出去的時候 要不要做基本功夫 要 要說告訴我們聽的時候 好像不是黏著麵而已 好像會帶人笑的味道 你要看她說一句話 這些孩子看到這個故事媽媽來的時候 要怎樣 大家都是他休的 很歡迎對不對 其實這部分就是代表 它是一個口碑一個品牌 一個肯定 那我想說 這個部分無非就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那下來的部分 我覺得另外一場的部分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因為我之前跟她 是在還沒重建之前 曾經到屏東縣去 那看到 欸這個 這個人是誰 然後之後風災的時候 又遇到這位 這位神敗 那我想說 欸我從她的過程裡面 看到很多的 我可能未來要設定 要學習的榜樣 那她就是誰呢 她就是我們的 倪龍春 倪理事長 歡迎她好不好 我們 倪理事長之前 那部分她其實在行政的 一個角色非常豐富 在我們的公務機關 部分涉及的勞政 我們的民政 還有我們的設政的部分 那其實她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那其實她很多把生活經驗的部分 可以把它做一些連結 那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她做很多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最大的部分 是可以創造很大的影響力 那今天她又是我們的屏東 我們的慈善聯合協會的理事長 她是龍頭老大 那我們想說她 能分享一下 她在身為一個理事長的角色 可以帶領這些我們的慈善聯合協會 可以走到另外一個 鏡面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歡迎我們的民意理事長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各位 各位 今天真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那我 我從今天各位演講者的講解 我清楚了解到 人真的沒有退休的時間 人應該是要服務終身 你如果說真的退休 就是你離開世間那天 這是真正的退休 所以我從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長退休到現在 我一直都在做志工 我覺得我應該是 如果可以讓無社會 就一定讓無 今天我跟各位做的簡報 就是我 我們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們這個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簡稱就是平慈聯 就是我今天背心後面 平慈聯很簡單 我們是在民國96年成立的 為什麼會成立呢 就是我那時候當社會處長 我看到高雄縣高雄市 都有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為什麼屏東縣沒有 所以我當社會處長以後 都說 屏東不能輸人太多 所以這樣 用盡心思 把屏東縣慈善團體召集過來 動之以勤 然後也請 高雄市的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派員來做他們的績笑的分享 這樣就會感動一些人 然後又一一去拜訪 這樣好不容易成立 我們目前的團體會員有22個 都是慈善會 各個的慈善會 加入我們的 我們成立的宗旨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為了要整合資源 第二個 紀錄福寢 第三個是按主治理 為什麼要整合資源 十幾年前 我在報索上看到一個故事 一個傳幹事 前一天 報索一定去匡王室報索 報索之後 匡王室把他分派去某一個村 他就去找傳長報告 去報索 傳長報索之後 他認真 就騎機器 去鄭桃 去鄭桃 洗洗 當然就要先去拜訪 給收入 了解說 這一個村莊裡面 有多少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的 生活情形是怎麼樣 他去拜訪之後 要走 其實有給他 說 少年少年 少年少年 我這幾年 你拿錢回去 他說奇怪 你就列入低收入戶 你哪有這麼多 牌 都新的 他說 每年當年救濟 我每年的祝善會都來看我 今天這個祝善會來看我送一個牌 明天 另外一個祝善會來看我 又送一個牌 後日又送一個牌 今年送牌 明年也送牌 當年都送牌 我怎麼咬得了 整個牌 咬整個牌 也沒辦法 從這個故事 你就了解 社會的資源 如果沒有做一個 合理的分配 就會變成重疊 重疊就是浪費 你如果沒有重疊 就不會浪費 所以慈善團體聯合協會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夠 整合資源 做一個合理的分配 那就不會重疊 不會浪費 第二個 慈善會當然 最大的宗旨 就是聚肉福情 就像我們一貫道的慈善功德會 也做吉爛救助 另外一個 因為我是 社會工作退休的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幫助 暗主能夠自立 不可以說 整四人都靠社會的救助 整四人都靠政府的救助 這樣 我們比較救也救不完 我們的組織系統表 跟我們一貫道的慈善功德會 剛剛秀的差不多 我們的最高潛力機構就是 會員代表大會 然後下面有 理事會監事委員 理事長 有總幹事一個 社工督導一個 還有幾個社工員 會計行政年齡 短期人力 這短期人力就是 政府的短期就業 有的 六個有的之後就沒討論 有的 一連 這都是短期就業人力 我們現在主要的服務方案 第一個就是幸福脫貧自立方案 第二個是我們有一個物資銀行 第三個就是我們在莫拉克颱風災後 我們跟內政部標到一個萬丹生活重建中心 那個重建中心去年年底已經結束了 三年的重建期間就結束了 還有高平溪的重建中心也是去年年底結束了 我們還有一個聯合住學方案 還有我們有承辦屏東縣的遊民收容所 然後有些遊民就是街友 他不願意住到遊民收容所的 仍然在外面的 我們就做外展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的遊民收容所的 落成啟用的鏡頭 遊民收容所 我們為了要把那個標籤去掉 所以我們取名為留心家園 當時有人說 這留心家園 這名字怎麼會給得那麼好 因為遊民他的特性就是流來流去 今天看到他在那名字他還在那裡 就像留心這樣 所以取名為留心家園 這個留心家園 這個留心家園就是我在社會處長任內 我也是看到說高雄縣高雄市都有遊民收容所 獨獨屏東沒有 我也是說不能輸人太多 雖然縣政府沒有錢 可是我可以應用社會資源 所以就去找到一個閒置的空間 公家的閒置空間 然後跟外面的人是募款 然後找志工 附水師傅也來做志工 附水師傅也來做志工 附工的師傅也來 油菜的師傅也來 我們的社會處的替代 所以我們都在於三十幾個 也都來做修工 敲黑門頭 拔鎮頭 這樣子 沒有花到縣政府一毛錢 有一個遊民收容所了 這當初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空風蕩蕩 要不然有人進來 現在已經住16個遊民了 這是外展服務 我們每天 中途到晚上都準備三十幾個便當 給外面的遊民來拿回去 他們那遊民 每個月都可以回來 讓我們替頭一次 因為有志願服務的理髮小姐 他法官 每個月都來替一次頭 還可以洗頭 如果想要洗生窟 也可以來我們這裡 洗洗水的生窟 所以現在屏東縣的遊民 你自己看 真的跟我們這個分不出來 因為他也是榮光泛花 也是穿著整齊 這都是遊民收容所的一個績效 物資銀行 就是 我看到我們的慈善會 一般都在做極難救濟 都發現金 所以發現金 不應該再 我來做這個 因為民間就都在做了 所以我就 做物資銀行 就是接受 各家的 管物資日用品 生活日用品 管保安 我們可以做這些日用品 又專上給 比較平康的家庭 就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生活負擔 性化負擔 品質過得更好 我們發放物資 每一次 這些物資 差不多 價值 1500塊的 物資 一次發三個月 最後六個月 就不能再給你領 如果再給你領 就賣了賣金 全市人都靠我們的物資 這不是我們社會工作 應該有的態度 這就是我們的 像門市部這樣 有雞 這隻是放糖 這隻是放鹽 這是沙拉油 這樣 另外我們有創口 如果要申請物資 我們還是有社工員 會到案家去評估 看是不是 應該讓他物資更好 還是讓他現金更好 經過評估以後 我們會把物資送到案家 後面這台車就是連欠 我們把連欠 申請 他們送完的 因為冰冬 浮沿那麼廣 你如果沒有用車來送 去騎機車 騎機車 要送到當時 所以有一台物資車 在送物資 這是我們的館長 我們每年的聯尾 都會辦一個感恩晚會 就是 國界對我們平時連有幫助的 人數公司行為 我們都會送 請館長來辦獎 所以這物資有很多公司行號 他們 每個月都會拜拜 找20人都會拜拜 拜拜之後 那些東西都會管給我們物資銀行 這是 剛成立沒多久 就碰到八巴水災 八巴水災 我很感動就是我們的一貫島 八巴水災 那時候我已經退休了 我就去南邊去加當 災情最慘重的地方 去幫忙救災 每日看到的 都是我們一貫島的島親 都穿黃色背心的一貫島的島親 每天中島吃的便當 都是一貫島提供的便當 我們如果是一貫島的島親 我們如果是一貫島的島親 感謝說 今天又吃到你的便當 他說這不用感謝 這都想到 適合我們吃的 所以 非常感動 他剛才說 我們一貫島洗默默在做 沒有 報紙媒體也都沒有在報導 這沒關係 這真的 這麼多人看到 我們 因為我們是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支援 可以像一貫島這樣 派人到災區去 所以我們能做的 只有 接受 縣政府社會處委託我們 在屏東縣立體育館 管理物資 各界 各界建築來的物資 都由我們來管理 由我們來統籌調度 來輸送 輸送到需要的地方 你看 從 8月18日到10月5日 兩個多月我們都沒有休息 拜六禮拜都沒有休息 所以숙文是 如果 Shaan 現在聖堂就是說 不知道 有很多的志工 那時候全國各地的志工 尤其是年輕志工 到屏東縣一起幫忙 我想J 되게 八八水斎是指數下期間 如果不是有數下期間 你看要怎麼找那個志工來 他們來导本 你看這晚上的那個 然后才结束清空,交还给县政府办现运 我们有接办万丹生活重建中心 灾后的生活重建中心 生活重建我们第一年就拿到全国第一名 全国二十六处灾后生活重建中心 我们万丹乡拿到第一名 三年来我们每年评鉴都是优等 是全国唯一三年联系都是优等的一个灾后重建中心 那这个是高平溪沿岸的生活重建中心 他们第二年评鉴是甲等 第三年就优等了 那这个联合住学方案 就是我们跟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把它引进过来的 不是我独创的 因为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他开办港督联合住学方案 已经做了十年了 那他们的制度也都经过好几次的改良 都已经很完善了 我们何必再用再动脑筋去变化呢 不用了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引进过来 引进过来这个特色 第一个我们是从高中值开始做 为什么我们不从国中国小 因为国中国小是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原则上是学长会全免 现在学校收的只是一些代办会 像午餐会、家长会会 那些制服会而已 所以我们是从高中值开始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 我们每学期给他一万块的助学金 一直到大学毕业 所以跟政府的奖学金不一样 政府的奖学金 他这个学期给你了 下课学期有没有 他不管了 他也不知道了 我们是给了任养这个孩子 就一直任养到他高中毕业 他如果继续升学到大学 我们就继续栽培到他大学毕业 第三个特色就是 他接受我们的帮助 他同时也要懂得回馈社会 虽然当学生不可能赚钱 但是他可以用时间 用体力来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要求他 每学期要做自愿服务30小时 这30小时 不管你在学校做 在社区做 在公德会做 在寺庙做 都可以 只要人家能够盖商认证你这个学期 做完30小时的自愿服务 那你下学期就可以继续再 拿到这1万块的助学金 否则你就失去这个资格 这个从这样潜移默化 说不定他毕业以后 他就终生会当志工 那第四个特色就是 他毕业有所得的话 他就应该回馈社会 不一定要回馈这个任养的慈善会 或者任养的公司行 他只要回馈社会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 联合助学方案的特色 那联合助学方案 我们每学期 开学之前都有一个 相见欢的活动 就是助学的单位 跟受帮助的学生 每学期都会见面一次 在开学之前 在这个相见欢的活动里面 就任养人把1万块的助学金 就当场颁赠给受帮助的学生 这是在潮州高中办的 你看 任养人跟受帮助的学生相见欢 真的是相见欢 有的看到就沾起来 好像母子一样 非常的亲切 那这个幸福互助会 就是我们屏东县现在的社会处长吴立雪 他在高雄县推动的第二代希望工程 把那一套方法制度 就引进到屏东县来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幸福互助会 招募脱贫委员 脱贫委员 我们现在招募的脱贫委员 他只要每个月缴1000块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次缴 那就是缴1万块 一年就缴1万块 我们现在招募的脱贫委员有115个 我们关怀的对象是低收入户跟边缘户 我刚刚讲的联合助协方案 是排除低收入户 因为低收入户学杂会全免了 所以我们只有帮助边缘户 不可以通过低收入户 但是家里又很穷困的那一种 这个幸福互助会是 连低收入户都可以帮助 吴处长跟我讲 他说低收入户 虽然是学杂会全免 但是他如果去台北投资 他也要睡房 也要吃饭 睡房跟吃饭 这是家庭最大的负担 有些想要课证照 没有报名会 没有保证会 所以我们就 有用这个幸福互助会 就比较有弹性 所以我们给他的补助 不只是学杂会 我们还有可以补助他租屋 触税金也可以保助理 有些没电脑 我们可以保助理要电脑 有些学生想要打工 来减轻家庭负担 但是如果没有摩托车 真的很不方便 你看你去打工 12点 再拐点 要回来 已经没车坐了 要怎么打工 所以如果你 补助他一台二手的摩托车 很方便就可以打工了 就可以有收费 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这是幸福互助会的特色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在圣经上 有看到这一句话 你所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迟 就当向那运行的人施行 就是说你若有能力 你就不能提示 需要帮助的人 你就尽量给他帮助 这是我从圣经看到的一句真理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简报 希望能够给大家 有一个不同的思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理事长 其实在整个助人的行业里面 其实我们时常会都在做一些善事 那其实刚有理事长有提到的部分是 社会工作专业也是从助人开始 以前也是做家访 慢慢有一个专业制度的培养之后 其实会看到这个协会 其实会用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是叫社工 社工的专业的投入 那这个部分刚刚有特别的部分是说 他把所有的部分 第一个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 那个我们的物资 我们的一些资源不要重叠 就是一个棉被的故事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 理事长在所有简报里面看到一个部分是 他把这个部分做为很好的一个运用 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 下次如果我们一贯到或是其他的地方 还有一些邀约 其实可以多多多跟我们理事长挖一下 其实他很多的一些怎么样去整合 怎么样去管理 这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 那我想说我们就 接下来最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自我们的 柯花头 那个乔仔头 柯花头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协会 那其实这个部分会 他跟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关系的部分是 他其实从文化面的部分 刚开始地区他 我们柯花头大家都有去过吗 现在很热闹 那之前的部分刚好他地理位置 刚好位于岗山跟我们的高雄市的交界 那其实那个地方很特别 那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部分是现在已经 大家要观光会讨到柯花头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最近礼拜六礼拜天 那边也变一个观光景点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那个地方刚有 跟我们前面几位的讲者部分有跟保林 其实那个他们跟树也有关系 这个协会 开始的过程里面也跟树有关系 那我想说 我们把时间的部分多一点的部分 留给我们的子清长 朱经长这边 来跟大家介绍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文史协会部分 怎么样去跟社区跟文化 还有一些艺术产业部分 怎么样去永续的经营 然后运用的部分都是人 人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志工是来自很多的地方 不一样的专业集住在这边 那我们讲说 借着大家的手 我们欢迎我们的执行长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各位前前 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我 我真的是后学 然后也很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齐聚一堂 那简单说 其实我是69年四 然后我刚升完双胞胎 所以那两个现在待在家里 可是我觉得做志工 是一件很棒的事 就是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一辈子 可以做的事 就是我们不断地去做传承 然后让孩子们觉得有一个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然后很良善的事情 那我刚刚就是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分享 我觉得很感动 那就是临时又找了一些照片 那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文化志工 到底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 那我也觉得我们还蛮符合 保龄跟保育志工队的 然后一听到 刚刚听到说会员人数有三万六千个 我就觉得太好了 因为我们协会根本会员人数 可能只有100个 那我们如何让会员转型成一个 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志工服务的一个志工队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说 会员如何变成志工队的一员这样子 那我可以先看看几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透过了文化 那一个去年度跟文化部合作的一个 叶石涛文学的一个艺术接入空间的计划 那本来去到这个学校叫贾维国小 叶石涛请问有人听过吗 叶石涛他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学家 那他呢长期隐身在桥头区贾维国小里面当老师 那有人跟这个大文学家当 当了很久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是个文学家 那我们透过了用文化的方式 然后虽然说那个叶石涛老师 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们透过文化的方式 那在跟这个学校做合作 那校长本来一开始还不为所动 因为他可能也不太认识叶石涛 可是后来呢 我们透过了一年的这个文化的活动之后呢 连孩子们呢都开始 这棵榕树呢其实 这棵榕树呢 这棵榕树呢其实是叶石涛老师 常常在这边思考的一个榕树 那透过了一个文化志工的服务 谢谢 文化志工的服务呢 就是让这些学童呢 就开始去整理这样子一个榕树底下 然后同学们就是一起做这样子的服务 其实叶石涛老师呢有一个吃梦兽这样子的隐喻 那我们也透过用文化的方式 跟一个陶艺家 然后做了一个连结 然后我们创作在这个 在榕树底下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装置 然后这些同学们 这些同学们呢 就是这些同学透过跟校长一起 然后就是在榕树底下 然后一起铺草皮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文化志工可以做什么呢 我想今天可以就是跟大家讨论说 我们协会在这20年来 就是大概可以用一种比较文化创意的方式 去推动社区服务 那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呢 用吃梦兽这样子议题呢 就是连结了图书馆里面说故事的妈妈 然后去谈一本叶石涛吃梦兽的故事 然后让这样子桥头区本来比较少人知道叶石涛文学 然后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跟图书馆啊 跟学校啊 然后做更多就是更多延伸的学习 然后一起出去做服务 然后也连结到一些同学们 一些假为国小的孩子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艺术互动的方式 然后自己手上做了一只吃梦兽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慢慢的认识到说 原来以前有一个退休的老师叫叶石涛 那可能有一天他翻开叶石涛老师的书 然后他心里面也会有所感动这样子 没关系 好 那我 然后提一下 刚刚有说到文化观光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呢 不晓得有人经过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我们后来文史协会称这个地方叫做 宇斗树广场 但是对于台糖公司本身而言 他可能就是一个在日治时期或者是 国民政府时期 他是一个就是台糖的单身宿舍 那他已经荒弃了一段时间 因为糖厂从大概是1998年左右 他就停止制糖嘛 所以在这样一个很漂亮一个 漂亮的自然的氛围底下呢 我们协会透过社区的力量 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棒 可以办理活动 办理音乐会的场地啊 场域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 命名为宇斗树广场 那后来他也成为 慢慢成为在捷运开通之后 他变成一个新的景点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透过志工的力量 透过社区的力量 我们可以让原本荒弃的地方 有了新的可能性 那这个这个也很有趣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糖厂里面可以捡得到的 那我们透过生态 所以我们就提到那个啊 保龄志工队可以干什么 保龄志工队他除了说认识说 啊这棵树叫 这棵树叫孔雀豆啊 什么红豆生南果什么 或者是这个桃花心木啊 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呢 在糖厂里面捡食这些果实啊 种子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森林属种子图板 然后孩子把它带回家之后 就觉得他好像跟这个桥头糖厂有所连结 那进而我们希望这种文化资产的保存运动 他是用一种行动的 然后跟亲子寓教育乐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让这个糖厂保存 就开始跟生活是有意义的啦 不会觉得说文化资产到底为什么要保存 其实他不是烂掉坏掉吗 我们为什么要保存 那事实上是因为这一块场 场域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像一个森林公园 那很像是我们高雄的后华花园 现在有了捷运之后 感觉整个搭捷运去到那边好像也是不错啊 可以走走逛逛的地方 不过如果说你们想要去那边逛做深度的体验 其实一定要来找乔子投文史协位 因为只有我们才能让你们发现 除了吃兵之外更大的乐趣 这有点像自入性行销 然后这是我们那边的圣观音 圣观音是在这个堂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仰 那我们透过导览解说的方式 让就是一些外来的或者是本地在地的人 可以知道说这个信仰在这个堂场里面的重要性 那目前呢我们我们协会呢 在一个世隆国小的旧的孝师宿舍是平房 那我们任养这块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公园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说透过文化服务跟志工联结的方式 让这个地方活化起来 所以说刚早上时候有几位就是前辈 大家都谈到任养我们可能任养师弟 或者任养一个社区的公园 那我们希望那个地方有活化 那其实都要靠大家社区的力量跟志工的力量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可以做 像植物染的一个活动 那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带着孩子一起来这个地方走走 那我们植物染呢它是去捡食那个堂场里面 可能有一些树枝啊掉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带回来 然后用热染的方式 透过一种环境体验的方式让我们更 就是对于环境更有感觉 而不是只是说这个东西应该保存啊 其实我们是用一种比较教育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志工队的组成 跟那个我们策略啊或者是行动上 也许我们可以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步骤 然后去想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 那大家来这边参加志工队也觉得很好玩 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办理一些像植物染的培训 那这些都是社区妈妈 那他们对这个活动很有兴趣 那有的人是看苹果日报来报名的这样子 那又远从恒春 然后就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上课 那现在看到这个这些通通都是植物可以染出来颜色 所以像这个黄色 糖厂里面其实有看到浮沫 浮沫的枝干其实可以染出黄色的枝翼 所以其实植物染这事情 其实在社区公益上面 其实也蛮有趣的推动方式 那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像展览馆的方式 就是把社区民众一起的那个公益创作 然后透过展览的方式 然后再邀请社区民众回来看看说 其实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社区里面 那我们这其实就是透过志工服务的方式 然后让整个社区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 好 那我现在先进行我的PPT好了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慈善功德会这边 其实有三万六千个会员这么多 而且长期都在做一些个案的关怀 那我在想说 那个案关怀 我们除了提供给他助学金 然后帮助他救难救急之外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文化方式 然后让他觉得说他身在 像我自己就是桥头人 那我就觉得这十年来 就是加入桥子头人士协会就觉得好像蛮荣耀 因为我慢慢的觉得桥头变得不一样了 那也觉得我的孩子出生之后 也许他来到桥头 过了十年他又更觉得说 桥头更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协会 那刚刚有提到早上一直提到那个社会形象 跟那个整个行销的部分 其实刚刚讲完之后 其实我们协会好像也很小 因为整个办公室就只有三个人 所以我今天出来办公室只剩两个 但是我们透过可能就是有人觉得 我们这个景点好像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杂志上 这个这一本是四月份 有一本杂志叫做好有趣的什么老街转体 我们里面刚好有一角角都不用买广告 就已经出现在上面 而且7-11跟那个什么OK便利商 都可以买到 那透过这一 就是简单的这一张出现在杂志上的这一篇 就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我们拿去世隆国小校长前面 以前每次去 因为我们是跟世隆国小这一栋 是跟世隆国小校长任养的 那他们是无常的任养 每次去找校长 他的表情都非常破刻板 我问他说 校长 请问我们有办活动 你是不是可以来参加 他说 再看看再看看 那一天我带着这一本 就是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的那个任养 7月4月15号 这个月的4月15号就要到期了 我就说 那个校长 那个关于契约 他本来也说再看看再看 后来我就一拿出这一本 杂志 他一打开发现这一句 什么协会认长世隆国小老宿舍 整个校长笑开了 因为他发现原来世隆国小 就是在桥头多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的场域 而且这本7-11还买得到 所以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又继续在今年 还可以继续在这个 在桥头为大家服务 所以其实因缘计划之下 就觉得 应该是善友善报之类的 所以我可以想到 就是 其实我是桥头人 我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桥头 就发现说 奇怪 堂场离我很近 我用走路 我用跑步10分 就可以跑到桥头 堂场 可是事实上我大学毕业之后 才知道我家旁边 其实有一间堂场 这是一件很弹诡的事情 因为我们老是不会教我们说 认识生活周遭 只会叫我们去认识 中国大陆的那个什么 什么铁路啊 然后大陆有什么蚕丝 什么之类的 所以后来我 当我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 就是到桥子头文子协会 我就发现 原来台湾第一座制堂工厂 就是桥子头堂场 所以在百年之前 我们桥头是高科技园区 虽然现在没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又一直在想说 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想说 到底是什么样社区的力量 可以让这个堂场 在转型过程当中 始终不会被遗忘 然后我们有一股社区的力量 可以让即使有捷运到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群人 默默的在社区里面 就是推动一些 艺文的活动这样子 所以说 我后来有去做了一些访谈 那有一些资深的导览人员 他透过了导览解说的训练之后 他就开始对于家乡有兴趣 那我自己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其实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宝 可是我怎么会 过了十几年我才知道 然后这个宝 其实每年都发现他有新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然后跟一群朋友 就是一起往前行动 所以执行长看起来比较年轻 可是我们家的理建师们 大家都跟大家同样的资深 所以就在大家面前就是后学认识 就是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创会的理事长 那他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其实长年以来都做了这个 乔子头糖厂的生态调查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生态调查 因为他就住在糖厂旁边 每天都去跑步嘛 跑一跑就发现这个植物 那个动物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要推动这个 保育保龄的志工队 可能真的是要多多跑步 然后多多去认识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地方 有越来越多丰富的那个生态 可以被发现 那这个是我们近年来就是 经过了那个文化观光的导路之后 我们堂场开始 我们的乔子头文史协会 开始在做一日游半日游 那其实最主要的 绝对不是赚钱 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说 我们透过一个游城的安排 然后让在地人或者是外地人 越来越觉得说 桥头其实有些特色的东西 它应该要被保存 然后它可以用 比较有趣的方式 然后不会觉得说 奇怪 汤手打贾兵 到底是要做什么 每次有的人就是没有 没有认识我们的人 就会说贾兵贾兵 到底是要干什么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堂场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我们透过用 十一住行预乐的方式 去让这个社区的文化资产 每年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玩 然后当志工可以干什么 当志工其实是可以守护家乡的 像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高雄捷运路线经过我们那边 我们其实很希望它路线可以改一下位置 因为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资产 所以说我们就会去发起一些行动 不过现在捷运开到堂场里面 其实也不错 因为大家到堂场就很方便 那前几天呢 就是发现路边就是有 那个神道旁边有白千人被砍了 那我们社区居民就会打电话到我们协会 那我们就打电话给媒体 然后他就不小心上了自由时报什么高雄都会交点 然后我觉得说当志工其实说就是 你觉得你们家附近一定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需要被保存下来 不过说实在像我这个年纪会讲这事情的人 就是有点傻 所以今天我就算出门把小孩放在家里 婆婆跟公公可能不知道我今天来这边干什么 所以就是其实志工就是快乐的快乐的一群傻瓜 然后觉得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文化认同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愿景想要去推动 然后我们才能这么的努力的在这个岗位上 所以说我觉得家乡会是越来越有文化的地方 透过我们志工组织的不断的那个连结之后 我们就可以亲近然后分享去守护家乡 那我们文史协会一直都在 在那个老房子破旧的地方生存着 那我们是非营利的组织 有人还以为我是公务员 我说不是我们是社团法人 对所以说我们这20年来 其实我们就是透过了社区营造的方式 然后希望说这样子累积下来是有所成过的 那我们现在的地方刚刚有看到一张比较漂亮 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是长这样 后来我们透过了整理之后就可以 就去希望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变成一个市集 或者是也许它可以变成像现在就长这样 他之前是长那样听说之前都会有那个什么 那个吸毒啊什么的就是蛮恐怖 那小朋友每次都下课的时候从那边经过 那就觉得这两栋很恐怖 那透过我们的改造就从2008年到现在 就变成就变成比较就是可以让大家聚集 可以玩的地方啊然后可以斑斑市集 然后大家社区民众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 对然后我们希望今年也可以继续办这个好吃好玩的乔乐市集 然后把我们社区民有趣的一个商店啊 然后就是透过单车型的方式 然后互相连结 然后用社区公益达人的方式去带一些活动 所以说我在想说文化服务志工到底可以做什么 到底那个保育志工可以做什么 其实可以做事情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还有跟政府做提案 所以我是在想说我想因为大家都是应该蛮想要吃饭的 所以最后一定要跟大家信心喊话跟呼吁 就是说其实我们协会在糖厂办了很多活动 但是我们刚好缺钱 所以如果愿意的话请支持我们协会这样子 好然后最后其实我们一直跟市容国小这边也有就是 就是结合一些课程然后把植物的课程带入 然后让孩子你不觉得很好吗 一二年级的孩子可以认识家附近的植物长什么样子 就是他就是跳脱课本之外 然后你就觉得这些小朋友都还蛮有希望的 就不会整天都是变成低头组在家里 或者是看电视看海绵宝宝之类的 就觉得他们好像你看在大树底下玩植物染 我觉得这是市容国小的小朋友的福分 就是很有福气的旁边就是有这样推动社区 艺文的单位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一到六年级都可以玩一些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协会这二十年来应该是生存 应该是还蛮有意义的啦 不知道总之我们很希望说继续下去 那刚刚有说到那个叶石涛文学的事情 我们透过跟政府的提案 然后在这个大树底下做了这四个 就是让孩子可以在那边像一个你看小朋友 可以在一个艺术品这个一个二十万耶 这一个艺术品一个二十万 然后这小朋友你看那个三岁两岁 然后我们带到学校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个艺术品上面 就还蛮闲适的就去认识一下这个校园空间 我觉得这在台湾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办一些像说故事的活动 或者是手绘的活动就是还蛮浪漫的啦 对 所以然后我们也透过跟高雄大学 通事教育服务学习的课程 然后这些孩子就会来这边 你看还踏上去 我说你有没有彩文啊 就是他们就还蛮愿意就是为这个地方打扫环境 那这些都是从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来 来这里学习的大学生嘛 那他是不是透过这样子的打扫过程当中 他把桥头视为他第二个家乡 才不会说到了外地 然后就觉得生活很空虚 然后又不能回家 那种孤苦无依的感觉 我觉得协会可以给他们一种家的归属感 那我觉得志工队也是这样子 他就是有一种营造出一种家的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志工队会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的力量 然后这是我两个小孩 因为我一个人生两个啦 所以有空 所以有空的时候 欢迎来乔子头文师协会走走 谢谢 谢谢我们的执行长这边 那他其实看完他的简报之后 20年改变前跟改变后 大家有什么感觉 会不会想说明天就去他们一趟 真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的参与的部分 除了志工跟社区的一些连结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部分 其实会期待是大家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那刚刚他有讲的部分是说 其实很多体验的部分 可以找我们的协会这边 可以安排一个部分 很多的可以见习 我想说今天差不多了 因为我想说时间也差不多 我想说最后 我会觉得大概 以来今天的部分 来自很多的企业跟 还有一些个人专业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很鼓吹 就是散尽所谓的社会的企业责任 那未来的部分 如果各单位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部分 如果要做志工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连结 那包含我们的天台山这边 其实未来部分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连结 那今天的部分也符合 今天我们主办单位这边要保龄 然后呢 保什么 保育 还有呢 保育 那其实今天的部分 其实主办单位今天已经把所有的 这三个宗旨的部分 其实已经做很多的诠释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也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做结缘的动作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超市 今天邀请的几位专家 真的是欲罢不仁 做了这么一个 食物的一个经验 来给我们分享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邀请他们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一直跟我们 请起来报告 那么 现在呢 进入我们的这个综合座谈 本来要邀请我们今天这个 理事长 或是说我们的执行长 要站在台上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对于我们这个保育 保林 保福 这三个 志工团队 有三个 没有了解 或是说以后 要怎么进行 来配合 没有了解 你们能够现场 拿出提问 是不是我们的队长 先来 看问 一下 没有 我们的天长 给你做回答 有没有 我们先 保林 有没有 王廖师 这些团团 没有 来 保福 保草 有没有 廖师 有没有 那些 保育 老廖师 有没有 人都很客气 没什么 那么 听到我们这些 专家跟我们报告的分享 我们知道 要做一个志工 你一定要怎么 爱心 关系 快乐 喜悦 会付出 和服务 甚至要一行 这个实际的经验 去执行 彻底到那个 时劲 去执行 一定要 鼓鼻鬼的条件 乃帆 乃扣 乃劳 乃劳 甚至要 要乃 有家庭的人 没有了解 跟你吹奉 有家亲戚 朋友 去执行 这个 都要具备的这些条件 当然 我们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就是要快乐的 去付出 和服务 我们开始成为一个 快乐的志工 的团圆 那么 至于 我们未来 要邀请一些 我们这些 教育群 或是说 我们的专业 这些 领域的 学者 要来跟我们上课 这个 近日 我们的冠金 差不多看四月底 或是五月车 就快来拜课 邀请 后来 我们会另行 在道场 我们会另行通知 因为我们这些团队 都有执行秘书 一圈的秘书 我把他们通知 后会跟你们通知 要上个时间 请你们再拨 去 来我们的团队 来参加 培训 工作 到以后未来 我们实务 去接行 来服务 这些是我们 真真正 要做一个 职工的团队 令人 要鼓鼻的条件 要使我们的关系 我们黄教授 要跟我们说话 其他 我们的理事长 要不要再 给我们慈悲 如果没有 我刚刚也在邀了 我们就 往 吃餐厅 来移动 请起立 我们就往餐厅 来移动 来用餐厅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理事长 执行长